苗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有些人,不拿自己该拿的钱,只能说明,他有更重要的目标要去追逐,至少比钱重要。比如说,今年休在期的哈登。咱们暂且不管哈登,和76人高管,有没有什么阴阳合同之类的遭操作,但至少从表面上看,哈登确实牺牲了自己的利益,为球队,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争冠环境。 他放弃了冤合同,最后一年,加持473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,转而和76人,签了一份,两年6860万美元的新合同,下载寄薪水尽为3300万美元。1400万的薪金空间,足够76人,做不少事情了,他们很快,就签下哈登的老队友,塔克,和豪斯。 北京时间9月7日,又一位火箭就将,被76人,纳入麾下,消息人士透露,哈雷尔,一两年520万美元的价格,加盟被称,其中第二年,为球员选项。 名记Keith Smith表示,哈雷尔的加盟,捕上了76人最大的漏洞,那就是替补席。 最近几个赛季,76人给人的感觉,都是手法相当给力,但替补,非常拉胯,好不容易出了个马克西,结果,西蒙斯大功后,就被抽调到先发阵容,导致球队替补战力,进一步下滑。 据统计,21-22赛季常威赛,76人的替补得分排名联盟,第28,锦号与公牛和猛龙,替补席得分王,是场均9.2分的迷昂。你没看错,76人手。